多伦多的房东最近有些头疼 政府打算出台新的法律 让租客们有更多的保护 以后房东要是想借装修的名头把人赶走 那可不那么容易了 得先拿到许可 还得给出个详细计划来 要是真的要装修 也得照顾到租客 比如搬家这事 房东得管 还有 租客们如果想回到原来住的地方 房东也得必须照顾到 第二个是关于网络言论的问题 特鲁多政府这次出了个新法案 专门打击网上的那些不良信息 不管是不当分享私密照片 还是网上欺凌 虐待儿童 甚至是煽动暴力的内容 都要被严打 特别是那些大的社交平台 以后得自己负责监管 不让这些有害内容传播开 政府还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 有问题直接找他们 如果有特别恶劣的内容 比如儿童虐待 平台得在24小时内给清除掉 对于网络仇恨言论和犯罪 政府这次是下了狠手 严重的可判终身监禁呢 多资处为加拿大华人 提供民企内推 急速工作安排等服务 突破职场各个环节 最后 在多伦多开车的朋友们 也得注意了 就是你开车时 如果挤在十字路口挡着路 以前可能就罚个90或120加币 现在可不行了 可能要和闯红灯一样重的罚款 甚至大涨到500加币 政府还想用新技术 来抓这种违规行为 不仅仅是堵路 连停车乱放的问题 罚款都可能要涨 这下 开车的可得小心了 感谢观看